- 因為我第一次開了我的世界 - 只能閉上眼睛 - 睡覺 - 躲在這天的夢想 - 沒需要救救 - 知道這是我的最大的反應嗎? - 還沒嗎? - 哈哈哈哈 - 別這樣在 Brazil - 要這樣做一場 - 壞蛋 - 別煮我腿 - 大家好,我是Lise - 現在已經踏入了11月 - 其實每年踏入11月 - 我都有無限的感嘆 - 沒錯,今年我就做了人家老婆第三年了 - 其實三年真的算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日子 - 不算是剛剛結婚 - 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適應 - 但是又不算是結婚很久 - 老夫老妻一些激情都沒有 - 現在我對比起三年前剛剛結婚 - 我覺得我是越來越習慣家庭生活 - 還有一個有規律的生活 - 基本上每一天就算是沒有命運規定 - 沒有寫下時間表 - 我都知道大概幾時幾分要起床 - 還有什麼時間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 尤其是今年我們家裡加入了最新的情人 - 她的加入是令到我們的生活 - 更加多任務要做 - 更加自由規 - 辛苦得來我覺得是一件很奇妙 - 同時中間也有很多很開心的位置 - 但是偶爾當你看看你身邊的朋友 - 可能IG或者聊天聊天 - 都會說昨晚你去了凌晨喝酒 - 你們買了機票 - 都會說走就走去旅行 - 你們去哪裏路旅行啊 - 難免會有少許羨慕的 - 前幾天剪完影片 - 在我梳化那裡錄電話 - 你也知道錄電話已經是媽媽 - 每一天最大的娛樂 - 平時電話都只是回覆訊 - 做事的樣子 - 在錄我的IG story - 那個explorer - 我不知道IG發什麼神經 - 突然推了很多很多 - 韓國很美的glamping場地給我看 - 可能大家都聽過glamping這個字 - 而這幾年尤其是盛陷 - 那glamping拆開兩腳就叫做 - 因為在一般定義上 - 露營是說去一個比較大自然的環境 - 沒我們去的地方住的環境 - 那麼城市化那麼方便 - 就體驗一下那種天人合一 - 和大自然相處 - 過一些比較原始的生活 - 說真的跟Jobasa在一起這麼多年 - 她是一個挺原始系的人 - 都是幾不拘小節 - 而且她很喜歡大自然 - 行山 - 游泳 - 我懷疑她年紀再大一點 - 可能會對三鶴鐵人 - 或者杜海詠這些有興趣 - 所以她在我們拍拖初段 - 就不停留我 - 不如秋天一度 - 我就去露營吧 - 一定會很壞 - 但那時候韓國沒有glamping這些東西 - 都是比較外國一點的概念 - 所以如果你去露營 - 是真的要自己買一個螢幕 - 去找一個營地 - 開始起一個螢幕 - 生火 - 但大家看我的樣子 - 都應該會知道 - 如果你把我放在野外 - 去自然環境挑戰 - 要死的第一人 - 必定是我 - 所以那時候我聽到camping這個idea - 我就耍手靈頭 - 不要啦 - 遲些先啦 - 嘩好痛的 - 很辛苦的 - 但自發炎開始 - 韓國人出不了過去 - 去不了旅行 - 其實glamping這個idea - 就真的越來越升級 - 發展到現在 - 是有超級多的營地 - 它是置身是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 即是有山有水 - 但它的營地的設計 - 是做得超級漂亮 - 是很打卡的步 - 而且是非常現代化 - 有地暖 - 冷氣 - 燈 - 充電 - 有Netflix - 是Speaker - 有些glamping site - 簡直是比酒店漂亮 - 所以昨天開始 - 我就已經是想了人搬 - 不停看韓國的glamping site - 我的Q word就是search - 搜尋 -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 你可以按進去看營地的照片 - 哇 你看到很漂亮 - 其實它簡直有一輛露營車 - 而且露營一定要做的就是BBQ - 今次我也要做一個可以燒烤的地方 - 哇 晚上又可以生火 - 超棒的 - 整間pension的樣子 - 是泳池圍著 - 啊 九月才開 - 原來真的快要敷了 - 唉 別說那麼多 - 現在等我預約了它 - 大家說時錢啊時花 - 我已經預約了 - 預約我們結婚衣服 - 三周年的結婚場地了 - 那些照片是超級漂亮的 - 今次我呢 - 只預約了兩位而已 - 又不戴懵懵 - 亦都不戴敏 - 真是久違地 - 我們二人世間 - 那天的日間 - 我們都會帶兩隻出街 - 玩一玩 - 放一放電線的 - 去到就來挖慢了 - 懵懵快去睡 - 聞到都散了 - 我們才靜靜地拿著背囊出去 - 偷放假12個小時 - 這樣 - 我說起秋季旅行入秋呢 - 說過的秋天是真的很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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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常常覺得呢 - 如果是從我入秋過到入冬天的時候 - 沒幫皮膚打回一個強力的保水底 - 入到冬天呢 - 其實皮膚整體的保濕度啊 - 敷放是會差很遠 - 這一陣子敷到的面膜 - 真是有一款超級經驗 - 那就是他們啦 - 萬壽雷敦人稱粉底面膜 - 這一陣子敷得很密 - 可能一個星期都有兩三次 - 很多時候敷完他們 - 是不需要塗粉底 - 接著我眉這陣子 - 最近我做了空氣眉 - 所以是塗一點有色潤唇膏 - 就可以直接行出街 - 這一系列就有綠色這一款薑花換白 - 主打就是提亮和均勻膚色 - 還有粉紅色這一款海棗糖保濕 - 就是主打滋潤、鎖水和增加皮膚彈性的 -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種細胞換膚的效果 - 而這個概念是來自諾貝爾獲長的研究細胞自食機制 - 簡單來講就是令到我們皮膚上好的細胞吃了一些壞的細胞 - 令到皮膚自己排泄、再生 - 而做到一種換膚的效果 - 裡面的精華份量是超多 - 有33ml的精華液 - 還有這個很聰明甜心的分隔包裝 - 可以混合精華液的配方夠新� - 如果現在敷這款就是很喜歡的乾花換白面膜 - 如果現在敷這款就是很喜歡的乾花換白面膜 - 裡面的乾花精華可以提供我們的膚色 - 維他命B3也可以用暗防黑色素的沉澱 - 還有看到這面膜是超級完美的貼合到面膜 - 還有一支最驚喜的就是剝開面膜那一下 - 因為你會感覺到皮膚底層好像有大水喉 - 吹著充滿水分和好像打了燈一樣 - 降落很滴透,好像熄得發光 - 整體膚色也會均勻白正 - 試過效果看落其實已經是非常不同 - 連放低顏色都可以用淺一度 - 以前剛剛拍皮的時候 - 第一次用高清潤的影影皮膚的Close-up - 真的很害怕 - 但發現原來皮膚只要夠保濕 - 手上是用高清甚至4K就是現在這樣拍皮膚 - 都可以看到皮膚敷完面膜的狀態 - 好像滿膚一樣無瑕 - 而我也真心覺得有時候皮膚狀態如果夠好 - 再加一點點的彩妝 - 出來的效果會不會更加自然 - 還有一種斑脫軸的高級感 - 如果有多一點時間的話 - 會建議先敷這一款觸碳毛孔結症酵素面膜 - 裡面的觸碳粒子還小過毛孔 - 所以可以深入毛孔吸褲髒東西 - 毛孔乾淨了再做保濕效果自然更加好 - 現在馬鈴買了這副萬壽雷的粉底面膜 - 正在做第二件伴感 - 有欠聚朋友快點進手吧 - 現在就快速上了妝 - 我想說剛剛敷完面膜 - 再化妝上底妝 - 整個膚質和底妝在皮膚上的呈現 - 真是有差 - 毛毛的午餐 - 最近爆炊了他所有最喜歡吃的東西 - 有寶寶麵 - 有薩蛋 - 水果 - 這個是薯仔 - 自己吃 - 現在他和曼杜員上班 WORK - 曼杜闊 - 曼杜士 - 曼杜知 - 曼杜經說 - 曼杜王 - 曼杜我 你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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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你嗎? 我可以 來吧 什麼是這個? 你不想走嗎? 你不想走? 你必須走 你看Mando,她在走 你可以做的 來吧,我寶貝 真的 真的嗎? 你能看到嗎? 不是很困難 不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可以慢走嗎? 我們回到洪國之後 第一次來Central Park 上一次來 萌萌還在坐嬰兒車 完全走不到 她現在已經走到瘋了 好,現在我們回到家了 不要亂睡覺 我們還要去Central Park 買一些今晚BBQ的材料 再開車去要過幾個小時 去到都應該是天塌 所以現在要快速 先收拾行李 一切的東西都是重選 我一直都有一個小袋子 裡面已經放好了 比如說 卸妝油 洗臉 Lotion 然後一些Toner 一些基本的東西 一對Cone 化妝品 Cotion Make up forever 粉餅 鮮 眼線 眼影 洗 然後我準備給Central Park 結婚週年紀念禮物 就是我手上的Margarita Mixer 因為我們都知道 Central Park是一個很喜歡Margarita的人 我們在香港回來過一趟 機場的Lounge 他是喝到人生最喜歡Margarita 每天說不停說 說得很煩 所以我就買了 我們沒試過 而且網絡口碑不錯的 不同品牌Margarita Mixer 也需要 Tecular 我們就可以在營地製作這些Central 我們是有這個Margarita專用的Sauce 我們會帶來我們的Margarita褲子 出發去今天要Glamping的地方 今天Glamping的地方就是在嘉平 嘉平也算是一個很多營餅和Pension的地方 尤其是夏天和初秋 就是Road Trip Camping Glamping的旺季 所以今天訂的這個Camp Sight 它也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地方 Weekend的價錢 跟Weekday相差兩倍 我大概兩個星期之前 就已經訂了 我是訂Weekday的 今天這樣一路開 去一個比較長途的Road Trip 其實我的心情都不錯 可以看周圍的風景 因為現在11月 不需要去一些上映的營店 只要兩頭網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經紅了的風景樹 哇大哥 坐了兩小時而已 哈哈 我的手啊 關節啊 好像有點鼻鼻的 我們現在去附近便利店 買一些冰箱 哇 這裡是有 有棉花糖 我記得我沒有燒過棉花糖 現在要買一些解縮醉的東西 這一瓶就是如果你前一晚喝多了的話 你最好喝一瓶 因為你的腸胃會不停地翻滾 I like the place on this one 哇 你想吃飯嗎 自食完成任務 WOW LOOK AT THAT We arrived We arrived at the campsite Everybody's already parked here 我來了這裡認領了自己的房間 先來這裡認領了自己的房間 哇 我們去見完了 這裡進來是這樣的 其實我看照片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嘩 這麼fancy 因為是很燈火通明 平日的價錢一萬大概是25萬WON左右 所以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甚至帶來旅行 如果想試試韓國glamping的風格 都可以租一晚 外面還有一個泳池 泳池說是溫水池 他也常溫水 不算是很溫水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吧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會睡的地方 嘩 小兩口 有一點點浪漫 有一點點情趣 這是一個複色的tent 我現在就在下面那一層 下面那一層就是一些簡單的家電 例如是雪櫃 然後這裡是有暖氣 WOW WHAT IS THAT OH IT'S LIKE YOU TENTION 接著呢 就中間有一間房 就給你可能吃一下東西 吃一下零食 喝一下東西 在你自己的tent裡面 再走進來 WOW THIS IS A LEGIC BATHROOM 這個廁所大過家那個 這間洗手間真心骨子 真的 它的interior啊 瓷磚啊 全部都是有sense 然後這一邊是有一個 那些叫什麼 流了十多年 接著就是一塊很大塊年新鏡 這裡可能可以排五個人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外景 嘩!! 水里的布布布穩 我喜歡 這房子不錯 這袋放上有很多水 Model ought about those colors 動物一開 上去的一層是好像我們真的會在航空公園打開的那些廳 鑽進去看看 嘩好嚇!好害怕! 先開了一層 嘩 大哥 我覺得這個歲數我還是怕的 而裡面是有跟一個床墊 這邊就有兩張懶人沙發 所以是真的讓大家hang out 我們現在目前的計劃就是在對面 燒東西吃的那間房子 BBQ了 同時間我會把我們剛剛在便利店買的一些冰 擴縮醉的東西 放在櫃櫃裡 免得它會溶 所以我們打算回來這個Tent才開始製作咖啡 小巴西全晚的highlight Margarita Free Flow BBQ的地方是在對面屋的 這間就是我們要BBQ的房子 其實跟這個房號碼 我們的Tent是3號 BBQ的房子也是3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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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可以BBQ的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不BBQ 可能你帶自己的東西吃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天氣 然後這個營地BBQ會有風味一點 在這裡如果你想他們幫你安排一間房子 應該有些教材啊 器材啊 CLICK CLARK的東西去BBQ 就要給3萬WON左右 但是材料就不包了 就是封建猶人 自己想吃什麼 記得先買了 然後才帶你 他剛剛管理室那邊 我都看到有一些東西可以買 問題一 這間房子沒有抽氣 有機會吃到自己 變成一個行手的慘急費 這裡是一起來 你們知道為何臨上來為今天嗎 打蕿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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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蕿子告訴你 你們最大的好伤嗎 你結婚嗎 不 我們在家裡很了不起 很多人也有時間 但如果COVID不存在 確實我們都會在這裡 但如果COVID不存在 我們會不會有MOMO 時間到來 哇! 超高的 Music 吃完BBQ之後 在這裡還可以生火 純粹生火 讓你放在附近 吹水飲飲食 這好像200000韓元 火旁邊都挺暖 我現在磨褪 但只有幾度? 很冷 不知原來一同火是可以這麼暖的 難怪這些survival game是一定要生火 我們剛剛在便利店買了這些棉花刀 然後用筷子就這樣剁一剁來燒 應該也能燒到的 -我不能用這個在 Brazil,太熱了 -我們要用這個外面 -哈哈哈 -神經病,不要煮我的腿 -哈哈哈 -看來 -嗯 -是好吃嗎? -你的芝麻糬是從香港 -真的嗎? -這個在巴西燒的 -現在是焦焦的,融融的 -你的味道太多比我還要好 我以為生火是一個不流行的 -原來所有人燒完食物都會生火 -而他們真的只坐在那裡吹水 -甚至是連棉花糖都沒吃 -我們吃棉花糖吃得很高興 -我們拉起來了窗簾之後 -這裡是有一個按鈕可以把整個鏡頭 -由我的臉子的頂子降下來 -因為在對面呢 -這裡是有一個projector的 -那現在我就換上睡衣了 -也換上睡褲了 -就已經拉開了鏡頭 -我們開始播放無聊 -而我專屬的bartender -已經開始開工了 -終於 -最好 -好 -你不是阿索奧 -這不是阿索奧 - deaths -一吃 -一吃 -這不是阿索奧 -我的媽媽媽真是想乾杯 哎 天真了 對面那個池還是噴著煙 有一大片的紅葉林 我們車子停在旁邊了 原來是冷得挺傷的 韓國真的好變態啊 冬天真的 應該上車還是冷得傻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7時鬆一點 昨天我們在超級市場 是買了一包那麼多的新拉麵 而韓國人去Camping是很喜歡 早上煮一大片麵一起吃 很有感覺 因為是超級暖 超幸福 很在心拍著 有一點點 我沒有那麼有趣 爸爸 媽媽 我們走了 對 兄弟 對 兄弟 對 兄弟 對 我們很晚